大家好,我是娟子 绿豆别煮粥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松软香甜 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我提前泡了一夜的绿豆 150克 泡过以后可以缩短蒸汁的时间 把洗净的绿豆倒在笼布上 摊得薄一些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开 蒸上30分钟 接着在盆里打入两个鸡蛋 加三颗酵母粉 五颗白糖 倒入210毫升的纯牛奶 然后充分的给蛋液搅拌均匀 让酵母也完全融化 接着混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300克 边倒边去搅拌 一直搅拌到稠一些的面糊状 没有面疙瘩就行 盖上盖子,行划至两倍大 半小时以后,绿豆也蒸好了 用手一捏就碎即可关火 倒在一个大盆里 趁热加入适量的白糖 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不放 搅匀之后先放在一旁 面糊已经划好了 满满的一大盆 倒入蒸好的绿豆 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同时也排出面里的空气 取三个小碗 在底部和边缘都刷上一层油 倒入适量的绿豆面糊 装到6分满就行了 端起小碗震动几下 排出里面的气孔 盖上保鲜膜 再醒15分钟 醒好以后 在上面撒上一些黑芝麻 再撒上一些蜜豆 凉水放入锅中 开大火烧开 转中火 蒸上35分钟 关火以后 在闷上3分钟 就可以打开锅盖了 哇 一股浓浓的绿豆香 稍微晃凉以后 先将边缘转动一圈 很轻易就拿出来了 这样蒸的化膏 蓬松渲染 不塌陷 不回缩 吃起来松软香甜 比面包简单还好吃 夏天多吃一些绿豆 可以清热解暑 喜欢的朋友 关注一下 帮忙转花 收藏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